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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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再座今晚一位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 《以消對話》2015高尖遠足的 陳教授 你好 我們今天的嘉賓 我覺得有點內人尋味 是 一個原因就是聽完她的公司名字 她的名字 完全想不到 什麼原來是說她 是啊 因為她在人生的上半場 很專業去做一項生意 但是人到中年的時候 無緣無故教大家不熟不做 是 曾經這樣說過 不熟不做 但她不熟都做 又做得非常成功 究竟是不是因為 好像我們今天的題目一樣 高尖遠足 這個嘉賓是真的 她原先是做某一行業的 做到上市公司主席 嗯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噗一聲就做了另一件事 令到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肯定是大過她以前上市公司的名字 她是誰 待會就賣過關子 但是你問我那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轉行呢 不熟不做 是不是真的說一個行業呢 其實更加重要的就是 她熟不熟 做這個策略方向的離定 嗯 如果你不熟 你做什麼都不行 這個此其一 第二就是管理了 她熟不熟管理呢 管理去到心 究竟那個心是怎麼帶這間公司呢 有很多人都是萬不驚心的 那很明顯這個CEO就肯定就 下了力 在整間公司裏面 嗯 第三就是執行力了 那執行力呢 其實你在哪間公司裏面 都是會呈現的 所以不熟不做其實是說什麼呢 是策略管理與執行 嗯 就不是說你現在本身的行業 是,教授啊 關市不能夠賣得太久 我們一起請她出場了 林偉俊 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林偉俊Coyles 畢業於理性學校 十三歲開始 於黃斌無線電子廠做銅工 晚上就在觀納夜中學進修 並完成中學課程 一九七九年 Coyles 創辦高瓦電業公司 以接廠家訂單做外發加工為主 三年之後 於種山開設首家國內廠房 並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 公司更於九九年上市 名稱為 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 0759 2009年 Coyles有感於內地工業生產經營困難 同員工商議之後 認為在香港售賣食品有可為 於是2010年開設首家門市 759零食屋 短短五年之間 分店已經增加至超過250間 在香港售賣零食的店舖奇門如是 究竟Coyles有甚麼竅門 令759雅信屋突圍而出 近年 Coyles和團隊越戰越勇 開茶餐廳、車仔麵、賣玩具和化妝品 究竟他又如何兼管不同業務呢 與CEO對話今集請來的嘉賓 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及行政總裁林偉俊 歡迎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 林偉俊 林偉俊 他本業應該是電子零件 但是因為759廣為人認識 如果大家剛剛有留心聽書的話 都知道 當年你打算去做零食生意的時候 打算先試試水溫 開一兩間 因為其實你真的不熟都做 但是你其實也很幸運 因為認識了一位日本人 這位前輩引戰你去面見一個當地 都相當之具規模的食品供應商 你就打算一個大好的機會 在一個直靜的晚上 一個很優雅的餐廳 萬事俱備 PowerPoint都尾輪尾緩 但是你突然間有一個很古怪的念頭 你就打算其實都心已已決 不如就進地一鋪 在一個PowerPoint做了一些手腳 究竟做了些什麼手腳 又或者是怎樣進地一鋪法呢 我們想請林先生講之前 想請台下的同學 猜一猜 究竟他在這個PowerPoint做了些什麼手腳 又怎樣進地一鋪呢 有沒有同學想猜一下 或者嘗試一下 想一下 有些突出的東西 譬如 會不會將一些對方的名稱 姓氏或者家族的東西 放進去 令到他產生一些共鳴 從而將生意 就可以談得成呢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 請林先生指導 其實也有些端儀 在後面第三排的位置 我想索性就不用PowerPoint 放在那邊 然後就即直揮號 想到自己想說的東西 就說 是 這個更勇氣 是 那 那麼薄 有沒有那麼薄呢 Carls 沒有 沒有那麼薄 如果這樣 即是拍桌子就 但是你在PowerPoint上 我知道 有這個數字上 其實我在問題上也有一個關係 就是 他初頭打算試一下水溫 開兩三間 是 那結果 你的PowerPoint上 改了些什麼呢 其實 當時 因為 因為他的供應商是相當大的 規模 即是 斷百億計的 在我們那些真的 很微微的 細微細眼 那 別人肯給面子吃一頓飯 已經是很大的面子 那 一打下去 還是說我做了十間八間 真的不用做 那一打下去 立刻改三十間 接著 要他們明白我的心意 即是 現在開了那麼久 大家都知道我想做街坊生意而已 怎麼跟他們說呢 他是老人家 比我年紀大 十幾年 二十年 那麼 他們的背份 跟我 即是那個年代是這樣 我立刻想起阿信的故事 那就是 第一集 離開 即是 離家出走那段 變了 一說 我立刻想一下 我的名字叫零食 其實賣零食又很窄 連我的名字都改了 就說我會開一間叫阿水屋 那就是做這些街坊生意 那他就知道 他不知道我做什麼 他就知道阿信做什麼 哈哈哈哈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這個是一個很巧合的事情 是的 即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對著一些很大的公司 我們怎麼可以令到他知道我做什麼 嗯 如果對方不知道他怎麼幫我呢 是 他是想幫我 因為給我的前輩 那麼 人家幫你也知道你想要什麼 如果很詳細 在餐飯上面 講三個小時我想做什麼 其實就 吃完了 走了 那麼 就給他一個很簡單的訊息 我是想做一些很小的交方生意 你們介意幫幫我吧 那些是日本人嗎 日本人 那你懂日文嗎 我不懂的 你不懂日文 怎麼能夠帶到阿信的故事 那溝通呢 其實打下去就知道 打下去就知道 打下去寫阿信的故事 不不不 可以的 算了 我那些很爬爬的事情 是 就是我做日本工 打到現在做一些事情 懂得跟他溝通 可以的 是 我很懂得吃 嗯 都看得到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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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證明我跟他都比較熟悉 哈哈哈哈 你真的在餐廳那一刻 才有這個念頭 是嗎 嗯 因為我過去去找 其實那時候 主要是香港公正出了問題的時候 那個日本找貨 其實我們遇到同樣的障礙 因為只有十間八間店 根本這些大的廠家 是不會掃我們 你找回代理 找回代理 又是回回回頭的那條路 那麼最後都要通過 人際關係 去做一個介紹 是 在日本來說介紹 不是只是做生意 很重要 是什麼都用來介紹的 他們是 那這個是很重要 那我都是要走這一步 是 因為那間供應商 其實在日本來說 非常一個月的規模 可以說是差不多十大 是 很大的規模 是 是 不過你說走阿信屋這條路 其實是 我們今天 Garman Choros 近五年發生的事 其實如果我們要 代理回回 說從小到現在 你真的 走的路都相當漫長 其實你最初打算做 街坊生意 小店 我知道你爸爸 小時候的經營都是小店 是嗎 那些 都是小店 都還滿 在別人的店鋪的邊 拿幾個地方出來做 那些都是小販 不過是貼著一幅牆的小販 沒有那麼流利浪蕩 有幾吋 有幾吋 然後前面佔多一點 是的 他不是賣零食嗎 做鐘錶修理 鐘錶修理 做沖照 做曬照 也很雜貼 也不是的 我一天爺都是做手錶修理 做這些 但他又懂得沖照 我爸爸是攝影師 你其實會不會小時候 都下舖幫忙 不是下舖幫忙 所以今天有一間店鋪 在那間店鋪居住 好的 那些叫前舖後居 是 就是那邊長大 雖然你可以叫做小康 因為爸爸也做生意 可以這樣說嗎 不是小康 有飯開 也有飯吃 那些叫做手停口停 沒錯 所以其實我也知道 你幾小時候都要出來工作 九歲 九歲 送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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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像我們去年一個嘉賓 我們康哥 康哥 不是像我嗎 你又九歲做外賣仔 你沒有聽過我嗎 很常都知道 是不是 叫他來 我想當時可能好像 我們今天的嘉賓 林偉俊 或者我們翠華 康哥 一樣 很年輕的 要出來幫忙 幫忙加計 是嗎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 很平常 很平常 家家戶戶都差不多 是 不一定是大兒子 其實生活是這樣 是 一家幾口都要幫忙 其實這些有飯開 就很合理 是 很合理 但是你就真真正正打工 我們現在就說 很多時候怪獸家長 就是媽媽 就是大學畢業 都會帶她一起面試 但是我知道你十三歲 是正式 我媽媽帶我見工 是的 多少歲 為什麼緊張你 十三歲 十三歲 不是 我不認識她 是 就是怕你是人生路不熟 這時候去做那間電子廠 是因為你媽媽幫你找工作 還是怎樣 怎樣你會做這間公司呢 其實初期讀完小學 接著就去了長沙灣 在一間索家廠打工 不過那時候做童工 那就要走鬼 那時候叫做 要怕有人抓 那我爸爸在那裡打工 那我不想影響他的份工 那變了 我就沒有做了兩個月 接著放學的時候 野校放學 那就 聽過同學說 去公司請人 在巴士那裡聽到 接著我問他 可不可以介紹我 第二天我叫我媽媽帶我去見工 你不認識的 在巴士那裡 我是野校的同學 她在那裡說 她在那裡請人 我聽到就想找工作 你知道 叫媽媽帶你去 是的 因為當時是這樣的 因為我沒有錢上班 坐車 是的 那你媽媽就很開心 立刻臨時帶你 找到工作 那時候 是 那天早上就在電子廠打工 晚上就上學 就做到21歲 就做到21歲 就是做到21歲 是的 但其實你這麼生性 你… 不是的 其實我生性就能讀一整個書 不可以這樣說的 你都… 你不生性就能讀一整個書 原來… 糟了 我現在覺得做了這麼多集CEO 讀書不是很重要的 不好意思 讀書不是很重要 不過如果你沒有讀過書 你就糟糕了 有一點倒米 今天… 我不怕的,不要緊的 那些全部都給了學費 但是… 林先生其實不是的 雖然你說 小學畢業已經出來打工 但因為野校繼續在那裡讀書 讀到中學畢業 而且… 我們剛剛節目開始之前都說 原來你出來工作 之後繼續進修 在大學那裡進修 我們回歸正傳了 你在13歲到21歲 在這間電子廠裡做 應該做得不錯 因為你很快就… 做這個Supervisor 是嗎 我肯做 肯聽洗、聽話 是 什麼都做 那… 給你做就… 很容易 什麼都自己做 是 你肯做就行了 肯做就行了 那你生性 不是生性 其實… 很乖 那份量 很重要 那份量 是 那當時的生活會不會也很辛苦 因為你真的早上做 沒有 其實不覺得辛苦 其實… 如果現在回想 立刻回想 其實… 根本就好像… 一日就不見了 一日子 是 沒有啊 那些年代 我想說很簡單 真是… 有飯開 很重要 我到今天都簡單一句說話 嗯 是的 有零食更加重要 沒有啊,那時候沒有這些 你們沒有想過呢 在我們那些年代 真的… 六、七十年代 那句說話叫賺食 真是 嗯 鬼叫你窮嗎 這些我小時候聽不懂 我上次跟你談 你說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不要太多主義 是嗎 是我師父教我的 哦 但是你現在就出了很多主義 因為現在我做… 老闆 我做這個領導的位置 主義就是現在應該拿出來用 大家明白了吧 哈哈 就是做小的就不要這麼多話說 是嗎 就是我師父教 我到今天都奉行這一套 因為… 到今天我來到這裡 教授拿主義的嘛 我就跟他了 一樣 就是… 意思是這樣 意思是這樣 意思是真的這樣 其實… 如果… 打工的時候 你能夠肯… 坐在那裡聽多些 不要想著… 就是有時候 太多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有自己的東西在腦裡面就可以了 其實師父說 那我真的… 學了這一套 所以… 所有的會呢 我有機會去… 幫人家去拿行李箱也好 拿完我站在那裡聽多些東西 什麼東西都學什麼東西都聽 其實所謂學 其實是那時候聽的 就是工作的 但是呢 有很多好的經驗 不好的經驗 其實都知道 到有一天自己用起來的時候 真話說 這些真的是… 很寶貝的 嗯… 真的… 其實是一個很乖的員工 但是我覺得 到了21歲的時候 你就不太乖 因為突然間 就叫走 你的員工 一百多人 就是跳躁 老闆OK了我的 原諒了我的 是嗎 你講講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 剛好去到那個時候 就是… 因為有個同事想出來做老闆 嗯… 那麼他就要找工… 找工程人員 那麼… 日本人太貴了 我便宜一點 其實主要我便宜的 那麼… 對我來說 我又… 發覺又多了幾千元 那也好 那麼… 那就出去幫他打工 幫他設置一個新的廠 在紅磡 那麼… 搞定了 但是年紀太輕 自己原來一間 資源無限的廠 我… 我… 我舊公司… 是相當大規模 是全球最大的 當時的線圈廠 嗯… 那麼… 想不到我… 我所學的東西 就是要在那裏隨便拿來用了這麼好的 但是… 出到去呢… 新的老闆就怕我… 大洗了 那麼… 兩三個月之內 一直… 就覺得… 擔心我再下去有問題 我見到… 有人跟著我 馬上不做 那麼… 那時候 兩頭不到我 嗯… 那麼… 出去找工作 原來賺不回來的 我賺六千元 那時候… 六千元 已經是很高的了 七九年 那麼… 那麼… 找回一份工 原來華資廠是給我一千七元而已 是呀 但是我要回舊公司 有四千元 但是… 我怎麼好意思對著 見到老闆 我背叛了他 嗯… 那麼老闆暗淚底 幫幫我 找些同事 賣些舊設備給我 賣些… 東西給我 讓我自己 在外面可以去開檔 你現在再想回頭 這個老闆怎麼會好得這麼膠慣 他不生氣你 他不踩你 我上次的時候 去做了我副主席 哈哈 是什麼道理來的 是啊 沒有道理的 哈哈 沒有道理 因為… 因為我不是出賣他 我是真的想爭取好一點的環境 嗯… 我是想… 剛才說我很貪心 因為多幾千元的工資 我是需要這個 嗯… 我不是拿了他的資料 拿了他的情報拿去偷襲他 是 我沒有做這件事 你明刀明槍 我是拿我自己的技術出去做 怎知道我的技術低一點 是那些人嫌你太年輕的 21歲 真的很小 是啊 那你想回頭 一,你不吃回頭草 但是他暗地裡幫你呢 你是接受的 嗯… 有人幫我都一定要… 唉… 有時抹死落地症 就是… 回去就頂不住 嗯… 這個當然是我很重要的一個… 嗯… 要記住的事情 但是… 他在這個環境裡 有時候也要面對現實 要不然… 沒有機會的 在你人生之中 有沒有人背叛過你呢? 有… 怎會沒有呢 那你如何取態呢? 沒得取 哈哈… 有得他,是吧 是… 因為… 人背叛你很多因素 可能他覺得在這裏 沒有機會、沒有前途 嗯… 唯一辦法 自己… 想辦法在日後怎樣修訂 所以我… 採取很開放的方法 就是… 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那… 一路重置之後 我… 因為有銷子 我自己的銷子都… 叫了我很多單子離開 很多東西離開 當然會啦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那… 我自以後把所有的開發資料都很公開 令到這些不是秘密 嗯… 令… 也開始奉行一套薄利多少 令到價位小一點 等他們出去 如果真的有人再出去的話 沒有肉吃了 是的 沒有麥子 很簡單 這些是比較壞的方法 也不是比較壞 對客人好 對自己好 起碼我… 都35年了 這間公司 都還在 是… 你有沒有曾經有人回來找過你幫助呢 噢… 門口要打開的 這個很重要 即是他背叛了你 他終於都可以回來 不要是背叛的 其實… 任何人走出走入都好 其實… 每一… 即是… 都有所求的 嗯… 在這件事上 你其實是阻止不了的 嗯… 也都留不住 任何事情 最重要 如果有人回來 證明這路自己也是 OK啦 也都… 又有另一個師傅說 他不是殺了你 其實他是一些因人 嗯… 其實呢 他給你很大的衝擊 可能令到很頭痛 很頭痛也好 嗯… 其實到頭來 你都還可以在這裡繼續 在這裡撐著 嗯… 這樣已經是幫了你 如果不是隨時隨地 不是他令到你死的 別人都會令到你死 一弱你 他只不過是一個防疫針而已 他是一個救星提醒你 這次你還沒死 是啊 真的 如果有人背叛你 你的心態很重要 你要反過來想 嗯… 是啊… 這些叫做義德布 不能忌恨 不能忌的 其實是不能忌的 忌不如仁的 是嗎 還要謝謝他 原來你後面插你一刀 你也要謝謝他 這個不是一些反話 事實來的 出來做生意 很多… 人家沒有心去撞你 等於走過馬路 有輛車突然一聲撞到你 你真是有心去撞到人嗎 那… 但有時自己也會想 日後再有的時候 我不是去過馬路 即是沒事之後 我就更加少 最多審慎 審慎一點 不要那麼近到路邊 是啊,沒錯 當然 這個真的是這樣 願無用的 最重要是站得翻身 我說個例子 好 如果你見到我過馬路 為什麼綠燈 亮了我都不過呢 嗯 有沒有想到 要看看其他車 我等到綠燈亮了很久 快轉閃燈才過 蛤? 那要走得很快 因為那是一個三角島 安全島 是 如果你這麼快走到那裡的時候 有輛車 譬如那人喝了酒也好 他不小心也好 他碰碰,撞到安全島 就會撞到我了 我減少了自己被撞的理由 因為我真的見過有人 站在安全島上被撞過 那時候真是幸運 沒有撞到我 那我想一下 怎樣才能給他 不要那麼快過去 是 像這個嗎 就是 被人刺了一下 哎呀 那次小心點 你反而不會罵那個人 因為他也不想撞安全島 他自己也受傷 嗯 是 所以想一下 所以林沙所說的那些事情 你不要這樣撞完就算了 刺你一刀就不理他 你回去想清楚他背後說的道理 你防不升防 只能夠健身 是 不過你說健身 你平時也要多一點健身 因為你閃燈很快 我只看到那些老人家 即不是你 那些老人家真的閃燈 他還在腦中間 他還在腦中間 那些是第二個故事 你還可以的 謝謝你 但是其實林先生的Kois 這個想法 是不是家教來的 不是 是 要出來賺錢 慢慢會學到的 是嗎 又或者可能你的前輩 覺得日本人 那個文化 分圖之下 真的 會令到你某些想法 會跟我們相比 有一點 因為 有一點點不同 是 那幾年裏面 我跟過 同時間一起跟很多日本人 我跟過七個日本師傅 其中一個是我很重要的啟蒙老師 到今天影響我一生的 但是這幾個 在不同的角度 技術層面 和他們的學習的不同 裡面我 真的有所影響 這個是 因為 始終是好聽話 還有執行力很高 你多不接受都好 必須要執行 我到今天都是 其實我很重要的是 推動 推不到 就好 就是玩完了 其實 所以我 習慣了 習慣了 一聲令下 就一定要去 很服從 現在變成我好像霸道 但是 我 沒有辦法 暫時多做幾年霸道的人 是 或者說法是這樣 你可以姑息一下一會 但是整個機構受到影響 是全條船都出事 如果醜人有一個要做的 那你告訴我 自己做 自己做 是的 是的 那 做這個 做這個 都搶了工廠 我想應該挺辛苦的 1979年 但是我知道 去到內地設廠82年 是你一個挺大的契機 對於公司來說 為什麼無端端會 在內地設廠有這個年頭 因為我第一年出來的時候 就把工序 改變了 就是 拿到去 拆散了 在不同的 舊同事 家裏做 很辛苦 是減低成本 是嗎 我沒有地方 只有100呎 那就變成了 很辛苦 駕著車 周圍飛 左接右接 整個香港都是你的生產事 不是 幾個店而已 然後 突然想到澳門街 那時候澳門是香港的後工廠 其中一個 是 去澳門就找到一些大廠 他們也是很多私幫的工廠 給一些大廠做加工 那 在那邊 過程裡面 就知道 國內有很多 不同地方的人 下去拱北或者深圳去招商 招商 在那時候 那我就 又恨又是一個機會 進去拱北 就看到中山的一間廠 他下來 他想找人來加工 那我就跟他說 我的規模很小 他狠 我只有30多人而已 都殺 都殺 他當然未必找得到 不是 他找到的 他可能見到我 人格人緣呢 我說沒有 我說沒什麼錢 我只有兩三萬元而已 他也狠 他也就是 可能見到我年紀輕一點 是 給你一個機會 是 還有我做一些 在當時來說 他也想引入的項目 都叫電子零件 當然 只不過他不太明白 他不明白 是 總之叫電子零件 是 是 那麼他就開始了 想到國內 這個和開放政策都沒有什麼關係 純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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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太多聰明人 作為我們在香港 做一些 搞一些山寨廠 或者在外面打工也好 所以很多技術人員 其實我們都很難請 去到上去 任何操作人員 即工人普工 都是高技術的人員 令到我 在那個時候 更加可以很大的發揮 嗯 在我開廠的人員 到現在 還有 留在廠 超過 那36個 現在還有20個在廠 是啊 那麼 即是 是很難得有這樣的好機會 一直發展下去 全廠的技術層面 最低學力的是我 嗯 一直以來都是我 不過領導是你 是 你真的 所以要戰戰兢兢 所以現在很緊張 為什麼他這麼忠心耿耿呢 你平時對他做過些什麼 沒有 其實我去做一個很好的分配者 其實我做一個 領導工作 其實是做一個 真是財富分配 因為如果不是 我剛才說了 即 即 整間公司最差的是我 那我 我 怎樣去給他們 條件 賺到的 應該怎麼給回那邊的廠 還有 給回供應商 其實他們是找到 很快 他們找到一些 和另外一些廠 不同的條件 嗯 即是好一點的條件 是 自然 回到家裡有人服侍了 嗯 所以 這樣可以留得久一點 嗯 就是這麼簡單 是 有沒有看這些 水壺傳呢 排第1個是誰 蛤? 不認識嗎? 要多看這些 這些 你沒有教的 我不是我以為他認識的 通常是公館的書多一點 我不是我以為他認識的 那個叫宋剛 嗯 外號呢 阿及時宇 很早一個殺到我 完全同一寫照 如果你熟讀那些書 你就明白 你不是一定要最高學歷的人 最英俊的那個叫做盧俊義 叫做玉麒麟 又有錢又有面子 又英俊又好打 就是排第2個而已 你要明白 第一個那個人 其實要做一些事情 是所有人都不做的 大球小面 七情相面 細色不對的時候 就做 即是凡是那些事情 人家不做都做了 還有你分配 你又不會有壓迫感 沒有 老闆第一個就說 我不會加了 靠你 這件事情 大家要熟讀 就是古籍 你就明白林先生想的事情 其實 其實在我們的角度 經常都很接近的 嗯 我們不覺得很奇怪 但是你們會覺得 在學歷最低的那個 為什麼要做老闆呢 你同意嗎 嗯 同意 上一次吃飯也是這樣說的 哈哈哈哈 真的很敬盛 但是 到了88年 其實你的公司做得 相當之有 就是具規模 就是上了軌道 更加有一間日本公司 說想收購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個心動位 是的 是的 你那時候有沒有心動 不如將自己 不能動 因為我的條件是不能抗拒 嗯 其實當時 令到我 可以繼續自己做的 就是國內間廠 其實國內間廠 出手拒絕它 它給了成年的 來料加工費 我 即是不用付錢 讓我可以繼續 只是給它做 不收錢 這樣令到我可以 繼續 撐下去 因為呢 沒有了一張日本大單 其實我要靠在外面再拿 外面的小單 還有要放數 是需要很多錢周轉 我拖下去 差不多在當年的交工費 有兩千多萬 在那個年代是很多錢 他為何這麼相信你 我也不知道 人及人緣 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事情都不明白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你問我 我真話說 其實真的要算命 可能 你問我 我真的想說 想不明白 其實我很坦白 我跟他們說 其實決定在他們手上 嗯 我嘗試解釋給你聽 是個信義 嗯 跟阿信屋的信義一樣 信不信你 你問我 就是這個理由 為何你這樣也肯相信他 他已經出帽第三次了 你還給他機會 我相信他會做好人 不再相信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理由 也有可能 但是 可能我跟聲音同氣一點 跟聲音同氣 是 大家說同樣的語義 這個一點點 是 但是你的樣子都相當老實 其實可能都是一個優勢 不是的 那時候很瘦的 不是那麼胖的 那時候只有130磅 130磅 那時候是 你就是近這五年才 不是 不是 這十幾年才胖的 可能可憐他瘦 你也只有六尺多 六尺 六尺 你130磅都相當瘦 很瘦的 是 其實不容易做的 其實很辛苦 是啊 要增這麼多磅是很困難的 是嗎 但是你做飲食也很困難 但是你做飲食也很困難 但是你不是一部戲 是嗎 但是又想說 其實當時你抗拒這個誘惑 但是你自己做其實都很困難 因為尤其是在90年代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都一般 就是有些客人又走數 又或者又要求你打折扣 那麼難經營 你其實當時是怎樣度過的呢 這個難關 一關一關這樣過 嗯 關一關去拆 是 是啊 有時候不行的時候 拖得住 真的要拖的 真的是這個事實 沒辦法 最重要呢 是有一件事的 我在1981年 那時候有個去開銀行戶口的時候 那遇到那個銀行經理 那他教了那一件事 他說我 存夠五萬元放在他那裡 是 我放了五萬元在那裡 跟著他借回五萬元 就是因為那件事 在銀行有一個叫借貸紀錄 是 其實呢 其實這件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我用銀行的錢 一直不是很好記錄 就是有一個很長的紀錄 在裡面 嗯 銀行錢 真的要很坦白 就是要把自己的理念 真的想怎樣做 是很坦白 絕對比今天更坦白 是的 是嗎 有什麼秘密跟你分享一下 不是 意思是因為連數 什麼都要交代很清楚 比坦白更坦白 原因 他是被打本給你做生意 銀行 其實自己沒有本錢 那個是真正的正式股東 其實 許收我的利息 其實是很限時 有人肯借給你 所以我在那個年代 一直累積經驗 就是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過渡過程裡面 就是靠銀行的支持 這是82年嗎 821年開過戶口的時候 開始有秘密經驗 但是根據我的理解 是不是越來越走回頭呢 現在是看磚頭的 其實看磚頭 一直都看的了 其實 我自己也很推動認為 不應該看磚頭的 所以是借 但是呢 去到今天沒辦法了 借貸比率這麼高 銀行你說沒有實質的東西 也很難過 就是這些 要明白銀行的難處 你才能夠用到它的資源 是的 所以我自己是 就是我炫耀自己是一個挺厲害的借錢的人 就是因為我借得錢久 借得錢多 很早就借 很早就借 而且有借也有還 還有其實是要令到外面的人幫你 到了92年 又遇到銀行家教我一件事 他說什麼 他又說 其實你找一個 好的人簽名 我以為是什麼簽名 就是找一個好的核數師 就不要找我現在的騎 不要騎 兩萬多塊核數費 你們不行 要二十多萬的才行 要找個機器 當年要找六大 其中一間我 92年 22萬 那時候我自己找的那些是兩萬多而已 是的 他說這個簽名影響你很大 就不值錢了 對 那個簽名 別人看過簽名 那我盤數即是 那盤生意 是肯定的可以 所以 如果一個人做生意的 那盤帳能夠 真的能夠評價到 差很遠 叫帥哥 帥哥不帥哥不要緊 是給別人檢查 檢查你那個 是根本不會給你面子的 這麼小 怎麼會給我面子呢 照做而已 那就可以加一盤 大家會看得很安心 他拿上去 他也可以安心跟你寫 這個 到今天 我也是用這個方法 嗯 所以那些同學 你不用來求求婚的了 因為如果我一放鬆 我的名字就出事 是嗎 我的名字就出事 減半學費也沒人來 我沒有經驗 我好有的 哈哈 還不得你學生 哎呀 你客氣而已 所以叫大家死一條心 他在Facebook經常都教我 你請你繼續問吧 那是不是因為 你和銀行關係這麼好呢 其實我也覺得挺傳奇的 一件事就是 你1979年一個生寨廠 1979年去到上市 就是 為何 上市很簡單 又這麼簡單 真的嗎 三年抱五 其實不是太難的事 對方 什麼叫三年抱五 生仔 就是五千萬 三年賺五千萬 是的 這個門檻到今天 都沒有改變過 但1999年 1999年 是的 都不容易搞五千萬回來 那時候比較容易 那時候賺錢比今天更容易 是的 是的 但是你好像 有幾個紀錄 你好像說 用最少的成本 又不知道 做費的時間 教授事 那幾句聽聽 99年底的時候 是中國入世 同一個時間 我上市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什麼人上市 也整個市場很淡靜 其實很偶然的機會 那時候 在很多不同的機關 倡導著一個 就是第二版 第二版 剛巧我去聽聽第二版的東西 那時候 不中富居 沒錯 傻傻的 走了去中環中心 唉 抵什麼二版呢 沒錯 我一看 你也夠錢 那就學上了 那 我說是不是很貴 不要收便宜一點 你收你百多萬 真的收我百多萬 真的嗎 有紀錄的 上市費用的寫的 他剛剛說他很老實的 不是 我覺得那個人很樸水 他不是 他覺得收我多 我一定不做 都是 都是那個意思 當時我用了 五百多萬 六百多萬 連吃飯錢 那你想一下 那是很少 他真的很想你上 其實 還有我們是沒有 因為真的 先前做的功夫 做了下來 有好的核數師 有好的律師 有好的銀行 有銀行 其實 他們 他們OK 就應該OK 那 我做生意是做那一行而已 那我只會說那些話 我又沒有特別作謊 我未來發展有什麼好東西 如實 我又不是想拿得多 你其實也是想去 其實 其實我是 第二版 我不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 當時上市做什麼 當時背人參加香港小社 當時上市只有一個目的 最後也有一個目的 是說 那些伙計多了 我們當時民營企業 開始在上面多了 作為一家香港小型公司 其實在國內 想那些伙計安心一些 或者請人請好一些 一個上市地位 是真的有好處 有用 很有好處 在接下來的十年 我找到不少的好伙計 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所以其實 這個是有很大的幫助 你說用來炒炒賣賣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 對我來說我不認識 嗯 是 在1999年 Color所謂今天的嘉賓 林偉俊 就在主版上市 當時的股票編號 就是0759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其實如果我們很多時候想 想想想 上市應該是一間公司的終極目標 之後應該都是一帆風順 事實上 你們那間公司 是不是自從1999年開始 那些東西就順利了 我先說一句 好多人都以為 上市就叫做終極目標 應該是 剛剛出生 但很多人是用這個觀念的 上市了 那個殼值多少錢 你手就買了它 那你辜負了很多人 投資在你身上的概念 理念 你說了這麼多的故事 為什麼過了一天之後 這些故事全部還滅 是打算換錢呢 大家要留意這個位置 因為你知道我們真的教書 這句話 你講才行 是 是 喂,繼續 其實1999年之後 就知道資料顯示 就不是了 是不是 你搞什麼來 事實上 因為我沒有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真的為了我這麼偶然上市 只不過在當時的條件符合 我一直繼續做 但是經濟真的有起落 一直三年有起落 我們其實也沒有一個很龐大的資金去改變 其實我們自己創的五年計劃做得很好 每五年五年 其實當時已經 在上市的時候 動用了七億多下去投資自動化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 那 只不過連續兩個五年計劃呢 做了之後呢 就遇到 零八、零九風暴 其實這個是一個問題 其實呢 上市是比我們紅心萬象 其實呢 裡面內部的夥計也知道 我們一直把產量推到很高 其實那個目標線都是有做的 只不過這些過去了的事 這是不是大小使然 其實 整個世界的小小都不遷就 是真的 真的 每樣都 供應是大於需求 我想是遠遠的 很多行業 也都國內開始發展上來 很多人都走出來 多了很多新的競爭 這個新競爭 也是飽和生產 那 其實令到我們在那個時候 其實 是出了問題 有人勸我 你不要衝得這麼行的嗎 那段時間 沒有啊 其實 都不算很行 其實 如果以照常計 我的步伐發展都很穩定 差不多 因為 我自己做計劃都說五年五年做的 其實都不是做明年的計劃 投資的設備是需要十年 二十年才翻本 屬於一些 真的 都很穩固的計劃 穩固穩打的 但是整個形勢 整個世界 國內的發展的變化很大 嗯 我只是稍微 換 思考 就是預算國內的 對手走出來的速度 我預算比較小 我預算不到 這麼大部分的外資 在08年的撤退 想不到這麼多外資 在那時候撤退 變成換了很多國內的人 上來做當家 他們的經營模式和理念 和我接近過去的人不同 不同的 不同 一些日本人管理 和歐美的管理 和國內的人管理很不同 他們論關係 反而和外國人做生意 他們是計算而已 和你整本計算 和日本人都是計算 有關係之外其實是計算 但是國內是論關係 他們會將那種 生意 分到關係上 如果我不是走關係路線 不是真的 日日乾杯 可能真的會有影響 很清楚 當那些對手 全部都不是這張發出牌的時候 你就難做了 當時的情景是怎樣的? 壯士斷臂 還是遊走 當時真的 在那時候真的斬下去了 我知道我不想跟他們鬥 當時我覺得 還有勞動法推出 協商的問題也相當大 我覺得 你知道內勢洶洶 因為人的價值觀改變 和面對普工的價值觀都改變 這方面作為造廠 尤其是要牽涉到上萬人的工廠 是很難應付 什麼叫普工 就是普通工人 一般民工 的想法 都是提前往 其實那個價值的衝擊很大 是 在這方面 因為我自己 真的都很深刻的 對於這些工作 所以我覺得 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抉擇 是 08是一個引子 去到10年復甦的時候 我才決定斬 是 08、09就是風暴來臨 其實對我沒有影響 是的 但是國情又不一樣了 那你就說要斬 在09的時候 就是決定要斬 去做一個整合 09年底 但是你說 說到電子零件和零食 除了大家都有個零字 就是共通點的關係 其實為什麼無端端 由電子零件 又走去搞零食呢 主要在國內已經做了整篇工作 在10年初 在春節的時候 春運的時候 通知一般普攻可以減少回來 那時候就縮減到 縮減了一萬人減到四千人 很簡單 不是一個說話就可以了 其實他不回來 你叫他不回來 是不回來 那時候有很多工作 其實我是選了一個 復甦之後的決定 出現很多廠 已經開回上去 是 銀行都問我為什麼縮減 其實當時 其實我選了一個時間 那回到香港 香港也有一間公司在香港 我只是給同事一個訊號 香港也轉行 其實大家是做一個離場計劃 其實說真的 不是做什麼好人 其實只是做一個好的下台 大家 就是我想處理好香港 接著我就可以回大陸 真的 退陰江湖 當時是這麼想的 是 那我就認識到你了 其實這些 只不過我自己覺得乾涵才盡 做了幾十年 有什麼好竅 就是這麼簡單 是 你繼續留意這個故事 是 千萬不要以為這個故事的結尾 是 如果以前的說法叫 Just the beginning 這個是開始的 但是那時候真的有些乾涼才盡之感 是 我一定要這樣 你不會玩那個遊戲吧 不是 我如果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要跟那些伙計說 我今天帶大家離場 不可能 我一定要 要認 要認 我那時候是 將那個 CEO的位置 遲了 遲了 你看紀錄 我是遲了 我認為我要負責 對這件事要問責 因為我作為一個領導 雖然我是大股東 我無論如何都要向全廠說 在這件事上面 我辜負了他們 始終 很多家庭 我經常炫耀 我方圓十公里都是我的伙計在那裡住 在外鎮 那 但是 對他們不住 對他們不住 因為 我們都是求開發 一個家庭有三幾個人 五六個人 影響到他們的身體 當然他們絕對沒有影響的 因為外面很容易找工作做單 我們會知道 始終有個別的人因為我而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 我是沒有辦法去扭轉這件事 這樣還不是肝囊再進 是不是 其實應該 不要說自盡 否復 但是差不多 都要的 其實對自己 還要在那些時候上面 還要在那些時候 還要在認 認什麼 沒得很認 不應該的 說理由 沒有飯吃 就叫你吃零食 其實有些什麼因由 叫吃肉味 你一個故事的開始 有什麼因由搞瓦信屋呢 其實 搞瓦信屋其實就是 都說了 其實一個離場計劃 有幾個年輕一點的伙計 在那時候 我就叫他們去負責家這個工作 希望他們在那個 那個履歷上面 可以有一個服務業 或者零售業的經驗 為什麼要服務業零售業 香港其實 就是 我自己很清楚 因為我在 2000年到 2006年的時候 在中小企委委員會 很清楚 香港真的只有服務業 工業 香港 我自己在2006年 都搬回一個實驗 回來香港 一拜土地回去 都是 其實香港在這方面 真的沒什麼好做 很多人都是去做服務業工作 如果去做工業的 除非這些伙計 是想回國內 香港伙計 但是我知道他們很難搶得贏 我們國內 上面的對手 事實上 是厲害的 地頭重 他們是 你多厲害都沒用 所以在這方面 當時 會想一些東西給他們 但是這個是我的責任 當然大部分伙計 都不需要我做這件事 其實各人 公司不行 就去其他地方 東假不打打西假 但是作為我 無論如何 這個是我的工作責任 是一定要做這件事 那就是想一些東西給他們做 想一些東西出來 讓他們知道 今天你不走 明天都會走 你做不來的 那你最先的部署是怎樣 部署就叫他們去找店 很簡單 不是不是 讓他們真的做 真的做 但是他們真的做 因為做開廠的人 走去拋頭露面 面對最前線 坦白說,我自己也很清楚 不容易 很難受的 不一樣的 其實真的不一樣 老師真的叫別人來讀書 你很難受 你很難受 不是吧 但你反過來想 很開心 你沒有好學生 你做什麼老師 高手過招 他不是這麼想 你做什麼老闆 沒錯 其實你最初也不是很看好的 打算一個下台 沒有看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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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真的沒有看好過 直到 你說可樂事件 再下去 到今天 都沒有看好過 五年之後 250間分店 沒有看好 沒有看好 是 不怕說 真的說 為什麼 因為 這個香港很小的市場 很窄的 嗯 開250間 我再開250間 其實在分佈 我已經做了很多測試 我開很多不同的店舖 其實是做不同的行業的測試 在零售上面 其實不容易 香港太小了 嗯 香港太小 嗯 固有的經營者 其實已經存在在這裡 我們的生活習慣已經被改變過 嗯 如果我們走出來 是不容易的 真的 就是我自己說 這個小的就是 香港只有700萬人口 嗯 是 是要發揮的 要真的 大規模去改變 做了都是這麼多 就是 那500多億 是 那個超市場生意 連買零售 大概900多億 其實 搶了 不可能 那些首富的生意 怎麼搶 不能搶 所以 也不是 他一定有個固有的誠辭 他固有金湯 你不能鬥他 他鬥他跟你拼命 你不值得的 你拼命 你拼命 你也不用拼命 沒有這麼多命 沒錯 其實這個真的很清楚 其實我只是知道 我們難得有機會 可以做到這個工作 那麼 也我很盡心去做這個工作 那麼 這個經驗 在我身邊的同事 或者貨機 其實他們 好好領略到的 嗯 其實這個 這個是我真的一直很 我自己也在這裡學習 這五年呢 等於跟我過去做了20年廠 嗯 我花下去 所以 功夫 對 所以剛才那個化妝師都要很精神 你這樣精神一點的 要不然你好像省睡 哈哈 哈哈 我們通常看一個人 黑不黑眼睡 不是他的眼睛有沒有低垂的 是他跟著說什麼說話 嗯 還有跟著他做什麼 是 你要看聽其言觀其行 多於是看他的樣子 看他的樣子 很多時候都騙了 哈哈哈哈 哈哈 由五年前 我們今天的嘉賓 林偉俊 完全不看好 到五年後的今天 250間 他都說不看好 會不會 結果他打算再發多250間 甚至北上神州呢 那我們在休息 一會兒回來 繼續有我們與CO對話2015 與我們今天的嘉賓聊天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與CO對話2015高千暖竹 我們今天的嘉賓 是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及行政總裁 林偉俊先生 如果大家聽了上半節都知道 他就是來自759阿信屋 不過說到做零售 很多人都覺得做零售最難搞就是一個地方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香港的租金都比較貴 生意成本增加之後 我們做生意又變得很被動 我記得曾經有個嘉賓 也是我們與CO對話的嘉賓 在這個系列 阿田北辰也說過 他說他的教授 是哈佛的教授 就說 如果你做這個零售 最好不要買店 因為怕做做下就不無正業 不知道Kois的想法是怎樣 你有買店 或者你怎樣去迎抗這個租金 是這麼高昂的情況 我有聽過一集 有沒有體會 有體會 那我當然沒有機會 起這麼好的學傅 那我爺爺教我的 流水生意 做到哪裡 人家旺到哪裡 你跟到哪裡 嗯 所以我爺爺沒有留下東西給我們 沒有舖子留下東西給我們 是 所以我們要繼續做 所以這個 但是做生意 地方真的 不是自己買下來就可以旺 人結地靈 不一定可以 因為 真的 哪裡旺 尤其是香港很獨特 是很大部分 由 地產 財 就是財團 所有 控制的 很多都是 發展都是由他們去計劃 那 你說有個地方 香港人也是習慣了去很多地方去走的 難道真的天天上太平山頂 那個公園仔嗎 不會的 山底公園 上到頂那個 還要 不可能在那裡買東西 就是這樣說 意思是 如果他們造往一個地方 人流就跟去而走 如果你真的在另一個地方 很容易就會 真的你到時投資了之後 你去償還那筆投資 或者那筆投資 需要拿來 拿回報出來 你是拿不到的 所以 如果在我自己 通過做零售裡面 這個經驗 這幾年的經驗 我覺得 我絕對不會買店 絕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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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開始都不會 即是一間都沒有 二百五十間 其實我有的那些店 都是我 完全沒有零售之前買下來的 那時候買來收租 那些不關這個事 那 其實還挺像的 所以 我覺得 香港 有時候 這個不關進退的問題 是跟大衛的事 香港是地產世界 我們跟他賺錢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最重要我是想到 怎麼計算 在他的地方做到 如果 賣單的 其實是不是我 其實不是 我合理地 把這張單給客人 別人租多少錢給我 我就跑去亂的 再附加上去 這樣就不合理 我不是 我一尺租金 要兩百元的 我就把那兩百元 分下去 如果 連賣一棵菜 都是用兩百元尺租的 來賣的 那我賣零食 都是兩百元尺租 或者三百元 沒問題的 香港是賣單 我們人工自然 通脹而已 這個 我不需要考慮 這個是 沒有人怨我們 沒有人怨 我已經 其實 在那一集 對不起 剛剛那一集 其實幾天前而已 其實 我改了 我偷師了 是嗎 我馬上把我的系統 真的那一晚 馬上跟電腦部開會 開了四個小時 我決定把我賣價 是會加入一個租席 租席 下去讓客人知道 在這個地方 你遠就遠過業主 只嫁給他 不是 人會怨 你不要罵我 其實 臭命 其實我真的想了一件事 系統 兩個星期後會出來 下次見田耀少爺 要多謝他 不是 其實我覺得 多謝教授 下期 給我聽 或者說到這裡 我先用另一個角度 先說剛才 林興說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哪裏上課 我們在中環 金鐘的美國銀行大廈 那些人一見到我便說 教授你們就發財了 賣的 是 是 你那裏賣了他就很棒 我 當然 我是要有禮貌 我當然是回應他 是的,真的升了很多 有禮貌 有問題 你會不會賣呢 你要問清楚 其實你想做什麼 你想做地產 為什麼想做教育呢 但是你做教育 你要有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需要我來 那些同學 放工的時候 很容易來的 嗯 你想教育 你就不會賣 你想做了 因為做個附庸 然後就 不用做事了 那就賣了他 是的 問題就是你自己覺得 人生 你怎麼決定 你的人生是做什麼的呢 就回答你的問題 是 不過你說賣零食的話 我們固然不會去到 山頂公園 那個小食亭的位置賣 但是 一間都能撐住 那裡不是 我星期日經常去的 真的挺拍烏鷹下的 是嗎 可能聽完這個節目之後 多了人去 但是也不可能 在美國銀行大廈那裡 去賣零食 其實我知道 你250間的店舖 其實你在選舖的位置 應該跟我們一般 我們搞超級市場的 那個考量會不同的呢 沒有考慮 好嗎 真的沒有考慮 其實呢 業主給了你 offer出來 有個位置 要不要 要 要 他能給你 就要了 除非計不到數 是的 就是你不相信 他一次下一次又不給你 有些是重複了 有很多人問 為何這麼近 是嗎 不過意 沒有計 不是不過意 其實 其實 這些就是 就是 這行是要這樣 是 暫時我沒有耳架能力 我沒有拒絕的條件 今天我連拒絕的條件都沒有 要就要 我不要 我怕得罪了他 即是今天 上午 也早就有個電話 就是說這件事 是的 就是 要嗎 現在你 很少租 那你也不做 好吧 就做 真的 其實我覺得 我是算不定數的 是 幫忙 不是他幫忙 我叫他幫忙 幫忙 是的 其實我們是沒有條件的 到今天 香港 剛才也這麼說 我們接受了 在這個香港裏面 我們就想辦法 等他變 這個變 不是我們一個普通人 可以去改變 是的 如果大家有樓房 作為地產發展商 你難道今天的社會責任是公關公司搞的嗎 嗯 不是一個路來搞的 是嗎 這些公司全部都給公關公司搞的 坦白說 是年報上要用的東西 那 說真的 如果我有樓收租 明明我可以收一萬 明年升到二萬 我真的很偉大 一萬八塊 已經很偉大 是一萬八塊 講完了 其實這就是我們香港 整個香港要承受的東西 那這個 等政府來做 大小子言 等政府來搞 所以我不想這些東西 嗯 如果我想這些東西 我就做政客 嗯 我不是 就是 我很真話說 我自己是想到這條數 我計算這條數 十到十日 我客人是很樂意進來買 就是租金秘率 這個是計算不到數的 我就真的沒辦法做 或者再轉換貨種 再做 那個大小是這樣的 你在大小裡面生存 你要理解他的遊戲規則 他是二萬元租的 你一萬八塊真的 他覺得你好客 你又沒有賴我的賬 你又給我面子 看到我又非常有禮貌 那就值了二千 但是你一萬五元去不了 那麼問題就是 你玩不玩那個遊戲 所以我那個問題就問 你對上兩三次 關了一間店 在什麼環境之下你關它 他真的做不到這個數據 他做不到 是 這個一定很遵守這條線 不是說 這裡就講計數 那裡就講人情 如果這樣 就算不下去 就是說 這伙企很奇怪 為什麼我捨得關這部 是啊 我關了七間 不過開了十幾間 為什麼 你重新開過 是重新思量過 更加用今天的數據環境來思量 其實是更精準的 那麼 這個是真的 做生意 不是人情的事情 因為沒有人給你面子 今天教授請我來這裡 就叫做 水虎還沒收拾 如果收拾了 可能也要請我 失敗的GEO 如何收場 為什麼就成功之母 那些失敗之路 也是一個故事 我曾經是請一些 失敗到暈倒 人們都醒來 不,正在哭的時候 但是就是閉門 但是那些學生就會大概知道是誰 真的哭著來說 但是那時候是真情流露 我就明白一個英雄落爛的時候 如何面對 不過暫時還沒有 不知道的 這個世界 真的不知道 所以 如果真的做生意 這個不是向自己交代 周遭銀行 這些不是亂說的 銀行看著你的 跟著 供應商 看看你的流速夠不夠 他給你一個條件 就是你去哪裏走不走到貨 走不到貨 要不要關照你一大把 每個人都說 那些伙計 你付不到薪 難道又親嗎 真的 沒有可能的 真是賺食 大家都叫做賺食 你對不起我很操縱 但是我真的這樣說 哪裏操縱 就是賺食 真的賺食 就是 每個人都一樣 剛才有個同學問 什麼叫成功 是誰問你 有一個何為成功呢 我有一些看法 是嗎 唱兩句 唱兩句 第一 火記要出到薪 你出不到薪 你說什麼都假的 因為他有家要養 第二 如果出到薪之後 他上班的時候 不是想一份薪 他是喜歡上班 他回來後 他是開心的 嗯 那怎樣才開心呢 給老闆省兩句都開心 可能在代仙樂袋 這樣也可以 有些這樣 你用這兩個指標 就輸了幾近二 你是養到他家 他又有得成長 但是他回來的時候 他又開心地回 開心地放工 你給他多一點錢 他也會 但到某個位置就不行了 因為捱鬧錢在裡面 沒有說 還是看什麼人 那你也說吧 那個店舖值二萬 你給他萬五 不成 你的數目也無法解決 對嗎 到我講完了 到你問 但是我想說 你說有七間店舖 到現在算了 你是用多久的時間去決定 譬如這間店最短的時候 兩、三秒 火鍋拿出來問我做不做 我問他 你有沒有說租藥 當然要租藥 一定要滿 一定要滿 這是合約 合約一定要更續 其實 那時候想辦法去 而真是 在殘喘裡面 怎麼想辦法去救他 是另一件事 減人 減時間 或者調貨 那些是另一件事 那些操作上 但是到了最後 要斷就 看著數 不可以就一定要斷 你們有沒有聽過 另外一個高手是大概說同樣說話的 由他開 開到他就開 開到他開不到他就停 開到他要倒閉就倒閉 那個是誰 那個叫施永青 哦 他說你怎麼算數 不用的 你就一直開 開到他開不到就是 即是不能算數 開到他就算不回來了 你就要倒閉他 你不能跟他談戀愛 去過百瓦 去百瓦點 計算過那個位 你說這些是怎麼學的呢 那就要來更多聽這些節目 哈哈哈哈 又買了廣告 我沒有說是甚麼節目 哦 即不是CEO那個 不是CEO那個 但是要知道五年前 Coris打算去搞零食屋 其實你真的挺無心插樓 是的 聽說你當時也用一個亂字去形容 當時的情況有多亂 有多亂 因為 為什麼呢 我以為我們開一些店舖就是很簡單 這些同事都做了那麼多年 採購部就去叫供應商 車市場去買一些貨 看看後面標籤 找哪個代理 就叫他 然後去找店舖 其實不容易 一打去 你這間店舖在哪裡 有多少間 還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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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買甚麼 還買甚麼 是啊 然後可不可以給個報價 我們叫了十幾間 只有一個報價 其實報價就是等於那些 即是不報 打電話去下單的 即是不報 即是不報 接著原來 他們是用逛街的 又要分 只有店舖要找 那些逛街 然後 接著 他都不是由 寫著就不會跟你談 你這間店舖在哪裡 先看看你的店舖 我們才知道原來香港 開店舖也不是很容易 但如果開店舖 在店舖出身的人很容易 因為路數比我們 即是市多 即是我們有個公司 遠遠不及一間市多 其實真的 這個是 想都想不到 那個逛街逛了十幾年 因為他們知道開店舖 有甚麼路數 有哪些逛街會走過來 課廳就齊了 那麼我們呢 我們要把自己的飯堂 變成一間店舖 然後說我的店舖在一間廠裡 試過 真的這樣算 我們真的這樣做 接著他才走過來 我們寫著就 坐在外面 然後在那裡聊 然後這樣 即是 這種 在我來說 很彈性 怎麼會這樣呢 即是 原來是這樣的層次 來到 我們給他看 都始終有個號碼公司 雖然很小 是啊 但他都理你 就是不簡單 他說你不懂 其實不是 他的制度 那種僵化 那種層次 大的又做大的 又不會碰你 小的就做小 又不會理你 剛剛夾在中間 我們夾在中間 我們還不知道在哪個位置 還在小 只有兩面都不適 所以 真的說 在一個不適宜走入行 亂撞 是我的年輕人 真的 花了一些精神 下去做 你最先想這件事 其實 就是很人道主義的 也不是的 這些表面上 他一定會承認 然後繼續說 如果你問我 我在不同的場合 聽到同一個故事 都是很問合的 基本上就不是真的打算做這行業 只不過有一幫小朋友 我叫小朋友 他叫小朋友 我叫小朋友的人 你幾年前就請了他回來 那時候就紅心壯志 打算有得去 然後你自己收縮 在別人的事去的時候 你就走了 急流而容退 那些人怎麼辦呢 因為他自小到大 都在學做IT 沒有地方去的 那都要想一想他 其實這個 也違反了剛才的精神 就是什麼呢 適者生存 不夠數 你搞這件事 其實就不 打算盤 打不響 不過有時候打不響就算了 也不是很大的數 但是接著 原來你開這間店 雖然你有這樣的實力 但是人們是不騷擾你的 因為你又不是大 又不是小 有沒有後悔的呢 其實你做來都是一幫人的 又不是後悔 其實有些覺得很無奈 無奈 真的無奈 真的無奈 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才會想起 我當年坐在委員會裡面 政府幫中小企 怎麼幫 說完了 說完了 真的說完了 這個方法是幫了 我們散場的 真的 有時候也是這麼簡單 是的 我也有一個方法 是的 叫孩子來上課 最多收錢 最多 就是教他怎樣做生意 怎樣想這些問題 不用死牛一邊頸 大家都知道 我教很多人都不收錢 就是因為你們給了錢 這就叫做社會責任 就是你們很喜歡 來上課 又很開心 給學費 我們順手就教那一班 日後你要多些同事幫你們 整個香港才有希望 是 但是 又多開心 又有人這麼瘦 不過你又不大 又不小 還沒出生 後來很多人都不展示你了 那你無奈之餘又怎樣 但是 後來你做了什麼 令人去理會你呢 沒有人理會我 其實 你也有一些去賣的 有的 有一兩間 是的 有兩三間 其實 知道真的開的時候 真的找到幾間 但是那些 所以給你 我經常舉個例子 10元的所謂建議零售價 去給你100元 是 其實 其實 我說賣10元的時候 旁邊那間會9.9元 立即改價牌 我們用系統 改都改不及了 那時候系統沒有那麼先進 不先進 即是不可以即時下去 要隔天下去 跟著我們 我們跟人價之後 別人已經是 下價 下價 所以呢 其實是沒得做的 跟著很便宜 利潤更多的那些 給你7元 即是不用賣 即是那些貨是沒人賣 好賣的 10元的貨 9元給你 其實呢 給你一點點 已經是 好好避免你 其實賺起來 這些是人工錢 當時我們很清楚 不過呢 當天我們沒有計算過這件事 原因 我們知道我們的目標不是這件事 所以我們 沒有想過這是問題 那你當時的目標是什麼 目標就是離場 是的 給下台階 給年輕人 其實是離場計劃 所以當時我們沒有想過 先做事 計算過兩年內 虧七百多萬 就是一個計劃 就是為了什麼 知道嗎 離場 為了一些小孩 你叫做小孩的CV 或者一個履歷上面 有寫過 有做過零食 用七百萬 這個不是 七百萬不是很多錢的東西 其實坦白說 真的不是很多錢的東西 也有經驗 其實 這個數目是要計算出來的 計算過 因為當時租了兩三間 已經算到 虧了多少 一個月就虧了幾十萬 那時候幾多個小孩 那時候 還有三十幾個 其實你投資也挺大 七百萬 那也不是很多 他們那幾年都拿了這麼少薪 如果要計算這個數目更大 是啊 不過這些應該的 其實 那些數目又不是這麼大 講得試繪一點 你這樣做 留下的人會看的 我想說 做老闆有時候 講現實一點 不要講到這麼偉大 做任何工作都是給留下的人看的 真的 嗯 其實 講虛偽的說 這些 真的 不有所正 嗯 就是我講虛偽 真的講真心話 留下的人見到你 原來 都有一些少許的味道 沒有人情味 對 少許的味道 其他的人 真的會做 很不同的反應 是 做主管做生意的人 有時候 留下少許的位置給自己 其實是好一點的 是 那從何時開始 七五九 好像在場邊踢球的年輕人 變到 不是踢球是撿球 是撿球的年輕人 在主場 那些大的market player 會覺得你是一個競爭的對手 你很會阻礙我 是 開始留意你 或者給你壓力 你講了多少 其實我想 去到汽水事件之後 他們才會知道 有一間公司 因為 不起眼 那名字是辣記 不是 其實 有誰會覺得 一間店可以 大宇人的跨客公司 都會走 要拉隊離開 我們這些 真是 那是聖經的故事 大衛與哥利亞 其實也不是 你的小大衛 哪有人看你 就是 我也很技術性 就是要來到一個學術節目 這個 不是的,這個是娛樂性 這是娛樂性 主題 這個 不同定位 主題是娛樂性 我們有一個可以infotainment 不覺而有些學術 其實由汽水事件 我開始學習傳媒關係 學習接觸這些 開始知道 外面對我們的認知的反應 是 當時應該是 利用因為傳媒上的壓力 我們給我們 向前走的空間 由60間 我一聲 就即時計劃 120間 一年之內 多60間 反而不受到壓力 其實為什麼 因為 大公司 坦白說 每個人是要做 王家公 一球一球計的人工 就是100萬計 全部都 球一球的 怎麼會 石身的 真的 我們這些 爛爛爛爛的 就是 石身的 尾到埋身 都不會利利的 還有 上報真的完結 在這個時間上 我就急速啟航 去120 然後 再借助一件事 競爭法的討論 再多開60 就是180 那個是護航 其實真的是護航 不是說人家投鼠忌器 人家都沒有空理你 嗯 也都 犯不著 犯不著 犯不著麻煩 打工的 真的 真是直說這句話 這個可能我想錯了 但是 所以在180 我曾經說 要停一停 其實我有計劃 在三年內停一停 其實我覺得舊了 跟你瘋得這麼準 嗯 接著呢 我看到形勢有一點點不同 他們 開始 想動我 嗯 嗯 你知道了 報紙有寫 看到你 在雷達上面 會 其實看到我 不過覺得我好像搞到它 嗯 那麼 我立刻開了 開了60家 去到284 的理由就是 我要鞏固我的採購力量 嗯 所以 拿一個規模 其實我是需要向我的供應商去做 因為 他們是絕有條件 在我現有的 你說直送人 跟別人一樣在外面隨時拿到你 我所有供應商都被這兩大超市 去叫了 連我自己的分公司都當供應商來叫 是 叫錯了 那你不是拿 是,真的 真的 你拿了他們的 最近 他們的研究員 他們叫到 連我自己 印上了我們標誌的貨 他們都照叫 所以要去回來 是 遲些 我的貨車會進去 他們的倉庫拿貨出來 哈哈哈哈 要拍照 我準備自己拍的了 你拍了 可以笑 真的笑 其實呢 這些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 你說 做 老 就是年紀大 有時候都老謀心算一些 嗯 這個過程 我也有一點 用一些心術 當然做人 用心術對不對 但是這個護航 沒有辦法 所以我是真的有用 有計過這個速率 所以去到現在 其實 跟他們 我還可以 繼續怎樣去 掙扎求全 在他們手上 其實 難度 其實未知 所以大財團反而為你護航 應該真的好像 我們第一節這樣說 就是可能插你一刀的人 你真的要多謝他 嗯 他沒有插到我 是 給你一些壓力 其實 我想他的老闆會多謝我 嗯 其實我自己會說 他們 這些老闆是賺錢的 其實 他的伙計 在僵化的伙計 他反而看到原來他的僵化伙計 是 其實我自己也有幸接觸 這些老闆 嗯 他們很客氣的 原來不是想我死的 原來 請我吃飯的 就是很老實說 他會自己看到 他給那麼多求的伙計 原來求求聲都沒用了 很靈求 就是 就是 真的想說一句 這些 所以 我的存在 是成為一個小丑角色 嗯 其實可以 是 在我來講 我又可以做到 剛才我想說的工作 我覺得 有一個空間給了我 嗯 這個 這個是真的 就是 今天說這番話 是真的 真是我心想說 其實 其實 我想我的存在 其實很多人暫時給我 遲些要 我真的再瘋一點 我不知道 可能瘋就入精神病院了 哈哈 所以 這些一定會抓你走的 發瘋的時候 你到處睡到 不用怕的 不過我覺得 大時代 這個 各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 在用這樣的 即我用這麼古靈精怪的方法的人 其實 有存在空間的 是的 那個故事 近期又被人說過一次 其實他聽我講的 他聽別人說的 就是那些沙甸魚 你運送的過程之中 如何令沙甸魚不會死呢 是放一些它的天敵 不太多 天敵如果太多 兩成左右 就會吃完這些沙甸魚 它是放2% 那麼這兩個傻豬呢 那個傻豬 追一下 追一下他們 那麼它整個傻人都又下又下 到最後的時候 差不多有95%都不死 因為他經常在動 所以別人會保護你的 你是那2% 這些我簡單說就是 信天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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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不要作煩科就算了 那我們不要賣有毒的東西 最慘現在 賣了都不知道 也不是的 仔細一點 其實說一句 有理解的 怎會不知道 那些東西這麼便宜 變成好東西 就是 還有我看說 鹽也可以是假的 鹽也可以是假的 但你家公司買東西也很便宜 其實那些東西應該就是這麼便宜 不是我買東西便宜 只要那些東西不應該不貴 不如說說你怎麼定價 對 因為也不是這麼暗張 定價跟香港電台有關係 真的 是 說會做 就是《鏗槍集》 《鏗槍集》 那時候已經報導過了 其實 竟然是《鏗槍集》的時候的導演 揭發了我 揭發你?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定價是這麼重要 去提醒我這個定價 其實定價我真的算 因為我真的自己做的時候 其實是開了6個月 6個月之後 因為找到課源 在生日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開始拿了那個數據出來 我回來的貨價真的差了一段 那怎麼做呢 那我就計算了 租金所有東西計算出來 是 是 我當時計算 那時候計算37.5% 嗯 那時候因為沒有一隻賴賣 那隻375 所以我就 選擇 因為38也變成375 那我375做為紀念 這個375是怎麼想的 計算出來的 計算出來的 是38 本來是38 38% 但是那時候的會員沒有那麼多 其實只有四成多會員 那麼計算的會員卡 使用和租金、平均成本、物流成本 我們的管理開支、倉存、庫存成本 所有這些東西 現在加了什麼呢? 租金 全部加了 全部一節節計算 其實這些分率分 從總帳分出來 拆掉 拆掉,拿出來 根本就是那條數據 當時賺 沒有錢賺的 但是沒有錢賺的 因為買貨貴 把貨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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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一間3%多 當年 現在 又好又不好 我們初出馬路如何? 一個 很狼 為什麼不狼? 因為基成本回來了 如果這樣出來 第一年有1%賺 能夠逼甚 裝香擺神 他明白他說什麼 為什麼說很狼呢? 其實只是幫你們說而已 做生意 我覺得好像很少 怎麼可以出來做生意就有 可以不用輸 你可以去死 多少人做生意 根本 都不懂 贏的只是一個夢 真的 想就贏 走下去有誰真的贏錢 如果贏錢就不太難 其實 算過1%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薄利多少 起始點 然後第二年 目標兩個 第三年 三個 第五年就是五個嗎? 不可以 不可以 都極了 為什麼? 市場不會接受 因為我超級無敵的對手 都是賺過三幾個 沒有可能比他多 你接近他的時候 你究竟要做些什麼 可以接近他呢? 因為他的規模真的厲害很多 他越厲害就越 好 慢 很多東西是外判 我看 為什麼我經常說物流 他們物流大部分是外判 因為以為這樣是最節省的 嗯 其實外判你是 外判得來 多一個人去分你的利潤 還有 他最重要是打關係 怎麼拿你的單 他未必需要 很有需要關係 研究自己的效率 嗯 還有 處身的經營者 是不會想他的 以為撥出了他 我計算這個數目 應該是幾個投標最便宜 還不是我拿得最便宜 其實你始終 你是不會再考慮這件事 其實物流 我全部都是自己做 所有倉床都自己做 所以這個是我控制得很重要 我有印證的 這些都 所以要叫貨都是自己的車去叫 所有都是 所有柵柵 什麼都要自己做 是 怎麼想的 不能想的 這個我做廠就是這樣的 就是廠的經驗 廠的人就是要計算這件事 我的客人來到 去到每一方寸 其實我的客人來到跟我說數 這麼多年都是 拿著這份東西 按的 每個步驟合不合 你的材料和這間供應商買 為什麼不跟那間買 那間一樣是 抱負了 為什麼你不拿那間 那間便宜一點 那間是我集體用的 它便宜一點 你一定要拿去 你多好關係三十年都沒用 那間 就是這樣 黑是不會容許你 多勢一毛錢 是 是 我的客戶 旁邊的那間 九元,我十元 不可能 人家為何要多給你一元 是 那你明白你最先問的問題嗎 就是一個人 可不可以做一行去第二行呢 一樣 一樣而已 是 經驗可以 問題就是你的策略 你的數目如何打 你的管理 以及你的執行力 是 如果執行力到某個位置 你斷了 你哪場莫及 最後那個位置 很多人覺得 做廠的人 為何會走到這些 難度在哪裡 原因 我們自己 沒有人想到我們 將精神放在這麼粗糙的工作上面 都不是粗糙 我反而採購對東西 我知道香港是一個這麼奇怪的地方 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不是說什麼 原因呢 大部分都是受控制的供應鏈 那 如果有很多外國公司想進入香港 要通過代理 然後才能夠打入場 因為 難道坐在人家裡 超市門口 會等一天嗎 不可能的 我知道有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 引出外國公司來 我又不 當作是一個普通廠家 但我買零件一樣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先給你錢 沒有收到任何東西 當然沒有 我怎麼敢收到 其實你願意給我這麼開心 是 這樣玩也可以 不用押數 什麼都不用 是 這貨又不退 難道寄兩包給你嗎 沒有 看來講 可以吸引到一部分的供應商 其實 加價有求 其實 我要回答最初的問題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控制 可以自己控制的東西 控制的東西 所有的成本控制 這些成本 我賺多1% 並非我要加價 我真的系統上沒有加價 其實是賺我自己的營運 控制 這些是我應賺的錢 我賺多了也是應賺的錢 但是你不可能 全部不用半 那些伙企要出糧 難道差距 那些師傅不用錢嗎 是的 現在是不便宜的錢 知道 是的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我這集也給不到你錢 我以為你賺錢 說這些是嗎 大家都不相信大家 不是的 你可以的 所以你說759 為什麼可以做到薄利多少 首先就是 其實我覺得 在2011年的3月6日 認識到那些供應商 可以說是你的轉捩點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你都真的未必可以 真的可以有這麼便宜的貨 可以益到我們香港的市民 但是其實都有一些天意弄人 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你跟他們見完 簽聯合同之後 過了幾天 其實是311大地震 海嘯 其實當時你會不會 哎呀總之 當時不要手多加個零 有一點點後悔 因為 輻射問題 其實可能真的影響到食物的安全 說真的 這些 當時沒有想過這些 其實也沒有合約簽 沒有簽的 當然沒有 日本人必須簽約 說個信 其實說了就算了 說過是的 可以反口容易 哈哈哈哈 但是你反了一次後 你就要玩完了 以後就不用搞了 不能玩的 其實當時 我那天其實是回到廠 跟大家說 我會回來香港 專心做些事 我很少回來的 大家自己搞定去 也都出去 出去跟所謂的官 打個招呼 我轉行 我真的很壞 我也會直接說 說完之後 就想著回去廠 怎麼知道你收到電話 日本地震 我以為沒事 那麼 你日日震 怎麼知道 這件不是普通的震 趙頭馬上回到香港 那我 真的問 原來很大件事 那 天亡我 原來就是以為 嗯 真是說 還完了 但是 在過程裏面 一直聽 一直知道很大件事 我根本就已經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想過我在日本那邊的 師傅他們的環境 其實在那段時間我沒有想過這些 其實回到去 我做了兩件事 在感性一點的 剛才所說的 我自己真的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嗯 第二 我也一直走 我打了幾個電話 通知那些伙計 有貨全部都掃掉 聽不聽到嗎 有貨全部都掃掉 掃掉 所有的貨 外面的貨 多少錢都要掃 就是人情上 在工作上 其實真的 我通知採購 全部都掃掉 你怎麼想的呢 沒得想的 自然反應 自然反應 因為我知道 一定是供應出問題 是慘的了 因為港口都停了 知道是沒有貨 如果我們也是沒有 我們唯一 但是那時候又來了 嗯 那時候其實 找到一個新供應商 那些是大的 之前有一些 世界我已經拿了一些 嗯 即是包括馬上去拖貨那些 嗯 我都還繼續做著 我就是 還可以出得來的 就出 就繼續出 其實呢 是 即是這些 你說我是不是一個有人情的人 我不是 我其實是一個計算的人 真的計 怎麼計呢 不是 因為這些店要開工 即是怕沒有貨了 其實你說 即是我想說 我不是真的 真的要計算 真的要想想一些貨的 我想想有沒有生意做 嗯 即是我想說 我不是一個好人 我就是這麼簡單 你嚇你而已 不是嚇你而已 我真的 一路走回來 那輛車我自己開的 一路下來 一路在電話裡 一路不停地說這些 見貨就掃 對 打完一個電話就一個電話 都是掃 包括香港在內 是 但是問題 當你知道了 真的有輻射問題 是 那個是另一件事 嗯 其實是輻射後期 出現的問題 是 主要在那時候 我去了日本 我反而去了日本 是 就反而跟他們說 行了 我等你們慢慢來 我等你們出貨 我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真的要了解 但是我知道很定 很有秩序 雖然我在機場出來的時候 那邊沒有機鐵 只有巴士 只有三個人 差不多包車 還有真的包車 那些人有沒有感動 我沒有試過看到 他的後機室是不穿燈的 省電 沒有了 食肆也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情景像 八九年 我搭船上 中了一羊 一羊 一羊 仇雲慘 有這樣的情況 那 所以呢 那些人看到你是不是很開心 當然不是 不是嗎 即是你只要有一個人 都叫做 不是 其實他們是 一樣這樣鞠躬 一樣謝謝你 一樣上車 一樣搬你的行李上去 旅遊巴 一樣沒有變過 一樣 但是只剩下三輛車 嗯 這個就是我們要住 去到東京其實 一響鐘 即是 有震 就會停的 就不會飛襲 不會擒過來 不會大叫 這些是我很大的感受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次 很不同 跟過去的地震 日本也很流行 在手機上不停出信號 哇 可以有千多個 這是大事 原來這個是真的 大家的秩序 我覺得 如果日本也會死的 好歹就死了 所以呢 我用這個心態 當時 跟他們說 行了,等吧 當然等吧 所以那頓飯 他們知道 不吃日本 吃沖繩菜 所以 不吃沖繩 大家的心情上 都轉移 是 日本人多有心 知道我們擔心 吃沖繩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大家都會等 我是說 那些人開不開心 就是說 你千里 趁這個環境 你還去日本 那這些是賺食 你也賺食 我當然賺食 但是我還要 希望知道 能不能來貨 但是有沒有貨 沒有 其實在那段時間 我們 是加強了很多台灣 很多歐洲的供應 拼命找的了 其實 不是好人 我經常說 我們真的拼命 到處找 知道了,你不是好人 我沒有想問 如果你不是老闆 不是老闆 你是夥記 有沒有老闆的呢 我打工 我相信 我老闆 今天不在 還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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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這集給他聽 真的 問他吧 我也很勤力 我 我做老闆 其實只是出份薪 我只是出份工資 那份工資很少 只有一球 我知道 那些公司是你的 沒用的 派息這麼少 你決定派多少 你集得這麼少 怎麼派 那也是 所以 1% 現在不僅僅是三點多 其實想說 我沒什麼好 很勤力 我到今天 我自己說 我算是一個 挺勤力的人 也很學 什麼都看 有時候 自己小時候 讀不成書 就懶惰 懶惰讀書 到今天 來到這裡 你知不知道是戰艷京京的 客氣 我不是客氣 真的是教授的東西 我真的很害怕 你一頁都不用掀 我不是不用掀 我一掀就知道 我已經失去方寸了 那你就沒有掀 給我 我們收回 收回 給我好過 說到賣零食 我們759認識 都是零食屋開始 是 但是我們近一兩年 看到你好像愈來愈多搞作 賣零食便賣零食 為什麼要賣玩具 為什麼要賣 車仔面 化妝品 你真的不怕 兼顧不來嗎 我看一看後面 回答 好 好,來吧 回答是真的 好 很討厭 教授,我很尊重 來 做生意 不是掌聲 是激到激勢 激動 激動 聲動激勢 聲動激勢 對,真的 真的 說到激勢 其實是一堆 有時候很混沌 其實我們 已經沒有第四個競爭法 沒有再有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要搞一些東西出來 真話 那麼 這些東西第一,不是亂來的 都是有相關連性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我們很多心 亂來 嗯 實話說 混沌 是自己 很清楚 混沌 最終是一定 兩極之間一定會 牽引得很好 那就行了 其實呢 我們覺得 這件事 不能夠 不做這件事 而市場上 因為真的覺得我們 可能性 剛才我聽到 都說 可能你也有些事情 搞到別人少少 嗯 很多人 很多大的對手 就是剛才說 有些小的都會說我們 是一些 就是 會不會已經是一些霸道的事情 壞孩子 是啊,其實 連小的都會批評我們 但是很多人看 就是 看你什麼時候 怎麼 說完了 就是說 哪有可以這樣做 其實做生意 我要自己 在行個亂章的時候 要繼續 向前行的時候 要更加清楚 所有的數字 是不是 這個亂章 其實我 真的過去做廠年代 都是習慣用這個方法 嗯 其實這個是我的經驗手段 嗯 很真話 是啊 在教授面前 我不敢亂說的 是真的 其實這個 我只是一個 我自己用一個 攻略上 認為 是要搞這麼多花神出來 而這些花神 其實哪些是主 哪些是父 很清楚 我到今天的主業 依然是我的善圈創 沒有改變過 主業是善圈創 這麼嚴厲的時候 讓我 肯定 可以 重新 推進 原因 我說了 我覺得上面 那個 環境 當日不同了 現在變了一些 變回一些 我希望 給我們一個好的 營商空間 那個才是我 舞台 所以呢 你說我這樣說 是不是又是亂來呢 又是一樣的 我這些學生是知道你說什麼的 因為我上課就說這些 所以其實 搞這麼多行 其實有相關連 但是在未關連之前 其實也是一個很混沌的事情 別人會看我怎麼熬過 別人會看我 看我那段路 那是一個時間來的 這個時間就是讓我繼續 怎樣去掙扎求全 是 不過我又看你 這麼下放權力 給一班的年輕人 或者是2002年 你開始請一班大學生 我又會覺得 很多人現在不知為什麼 很不相信這八九十後 你為什麼又跟他們 相處得這麼好 而且更下放一些 的權力給他們 其實我不是真的一定 我不是要我信不信的 其實無奈一定要給他們 是真的 你叫我 那個環境就是這樣 其實 真的 這個真的 真的一浪一浪接一浪 不是說我們比他們好 其實這個不能夠用信任 是啊 就是我跟他們 不是跟前面的妹妹仔都說 我用這個方法說話 不好意思 他不知道多開心 他們適合畢業來做 我為什麼會讓他們做這些 其實原因 這個就是給他們空間 其實不是信任的 其實如果我要他們跟我 我是永遠 公司是沒有新一代的人 三年就斷了 年紀會大的 2000年到2002年來的 其實同事已經三十幾歲了 是啊 再做一代的人已經是四十幾歲 其實我們自己的公司 如果現在沒有再接上去 其實 說真的 我自己 可以 怎樣撐下去 其實這個是很難的 一間公司的永續經營 其實是需要這樣的 其實這個是我 其實過去學習的事情 其實我到今天 都是潮著 把這間公司永續經營 不是一個家族 我不玩全城 我是覺得這間公司是自己運行的 那麼 在我 現在 做 這個主管的過程裏面 我就希望能夠 這間公司 一代一代的人 接下去 而這部分 是很重要的工作 是啊 其實 這個 不是用信不信 你不信也要做 所以我覺得 我是不會放信在前面 是必須要做的工作 嗯 就是好像當初 我們剛剛所說 就是林偉俊受到 田北辰的影響 是 又或者今集 你所說的話 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 但是我知道 其實成就了今天的 我們今天的嘉賓林偉俊 除了他的經歷 可能你今時的日本的師傅 你家人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人生的 金句 或者哲學 其實一直伴隨著你的 哦 這句說話 世界重複的 世界重複的 是啊 那 我經常講 黑己福利 嗯 是 順天而行 很多事情都需要 要克制一己之私利欲 回復天理之半現 這個是我 座有名 那 其實 近期 開始又變了 咦 我先學藝 來吧 變了一點 讓我成熟才告訴你 好 開始變了 變了更加 還未夠成熟 明天再做一場 我更加開始 覺得 有些事情 我們 不要以為 很多人是追隨自己 其實首先要自己去追隨別人 然後爭取別人 去追隨自己 這個 才是重要 這個是我最近 開始有所變化 其實 我要去適應 大眾 而希望大眾能夠 因為接受我 而 可以 跟隨 這個 我覺得 做人應該是這樣 先由自己開始 嗯 那就 變了好一點 這個 更加 會好一點 這個是我已經學了 所以 最近 翻看了 有幾箱 我還要問一下 今天是有什麼 有什麼 很乖 這個學生 所以 我不想怎麼計算 我就想想 你不想想 當然 不想想 不想想 隨便而安 我已經說了 所以 真的 不要以為自己在說話 大家會聽 其實 我也要適應教授 也要 但是你不喜歡聽 就不會來了 所以 就是這樣 說完了 你也是一樣 他喜歡你才來 你說話你也差不多不會喜歡 我們計算 結合你之後就好一點 謝謝 謝謝 但是你其實在上一節也有說到 覺得250間分店都是很少的 或者香港其實的市場太小 有沒有想過再怎麼去發大它呢 純粹在香港市場上面 不應該再亂做 原因 始終是一個 那個租金 其實 和 香港很密集 這個地方很密集 其實 那個分佈點 其實我在 11年 其實4月 因為日本地震之後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去做 那去求 求一些地產商 給我們 那時候 我也都在地政總署 我經常說 在發展綱領藍圖上面 嗯 我花了三四個月時間 是看完 看完 看完哪個區域 有多少人口 我以五千人的分佈 好像屯門有六十幾萬人 就是 洪水橋發展 當時五年前 已經看到 知道有這麼多人了 看選舉委員會 看完 應該問你的 那麼 圈了 大概四百個點 其實 已經是很密集的了 嗯 其實如果 所以我當時說定三百個點 其實二百多個點 應該差不多飽和 其實這個是有數位的 其實這些 其實應該是根據 人口流量 流通的數據 也肯定知道自由行 要是董先生求回來 其實 這個我當時也很清楚 那麼 在北區一定是貴租 所以我很少在那邊緣的店 所以我 屯門不多店 其實 而元朗更加少 因為知道這些是未來非常貴租的地方 因為我的老友賺大錢 每個人都 是啊 所以 這個沒錯 但是 這個是計算的 所以全部都是計算的 講來講去做真事 計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要問那麼多 最緊要做 辛苦了 是 非常升 我們今天的嘉賓 CG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及行政總裁 林慧盡佩 我們下集 我們下集 同樣時間 繼續有 以SEO對話 研一 高天的祝